稍后呢 再来说说说我们北京电视台呢 马上为您带来的就是元宵晚会 接下来呢 请我们的播报带您去一度为快 怎么样 杨洪金老师的这出金剧 是否唱的别有一番滋味 有人不仅会问 原来杨老师也会唱金剧 不仅是他 本次北京电视台银销网会上 所有嘉宾都玩起了反串 向上演员何云伟的经纪版杨洛飞还破了嗓子 导演说了 我说我来一老生 这导演死在那非不让 说不欣赏了 不欣赏不欣赏 我来一个弹子 会跟媳妇唱的媳妇听吗 这个 反正我要唱了 他不听也得听 说相声的何云伟唱起了金剧 老演员雷克生则说起了相声 雷老爷子穿上大褂 搭档相声演员李森瑞 一捧一动 有母有样 老细鼓就是老细鼓 排词不用背就乱输于心 雷老爷子和相声的嫣缘你可能还不知道 虽然他最后一次说相声是60年前 但侯宝林大师的经典相声《灭行记》 最早时就是雷老爷子在学校会演上说的 五三五四的样子 我们中学生会演 说相声我说过 当时还记得说的什么吗 说的是夜行记 会演是好像得了奖了 后来侯宝林老先生给拿去了 拿就是说这道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 我一想坐公共汽车吧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卖票的刚要拉门 我这么一伸腿 上去了 车开了 那就等下趟吧 不长 我得追趟 你追汽车干什么呢 我现在上边呢 后来见着我了 还说给我写俩字 说人才 这事呢 侯小华侯小文都不知道 我跟他们一说 他们老爷子 你老爷使那活 知道是哪的吗 哎呀 看到新老明星玩反串 真的很是期待啊 惹菜 感谢观看